早安 我今天做了万全的准备 要准备去Outlet 大开杀戒了 现在时间是11点07分 我有点点睡过头 我今天本来想要9点起床 但我好像赖到10点多 我真的一个人自由行 就很容易让自己慢慢来 然后睡过头 摸来摸去 你们看 这就是一个准备要去大开杀戒的一个样子 而且我今天做了万全准备 昨天呢去基安殿堂买了一个超便宜行李箱 这样就可以很好装 因为 OMG我被一个虫攻击 吓死我了 因为我之前去Outlet的经验就是 东西很多 然后比如说你已经走很远 就很难再去你Locker的地方 放东西 或拿东西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带个行李箱是最方便的 准备去搭车了 而且Outlet真的好远 我的地图上写 我到那个地方仅仅两个半小时 你们知不知道日本的水卡 西瓜卡 就是像是台湾的悠悠卡这样 我几乎可以做所有的交通工具 而且你们看有多方便 你看哦 这是我的手机 然后 它有这样过去 就直接扣款 我觉得真的是超方便的嘛 蛮推荐大家用这个 便利商店买东西啊 像是 这种 车要来了没办法示范 你看 有这个标志的都可以用 而且甚至是你在用的时候 你手机都不用打开那个L 就像我现在在看地图 我直接经过就逼就可以了 就不用还要打开这个城市还是什么 现在时间是1点16分 我在要去雨电厂包累的公车上 因为现在太安静了 所以我讲话非常的小声 还有 鼓掌 而且到还不是到目的地哦 到了我还要再转一个接驳车 接驳车 它15分钟才会到 真的是漫长 我总觉得天气不太好 我靠下雨的感觉 我害怕等一下下雨 会很难过 听说天气不好的话 就看不到富士山了 人家很想拍富士山跟人的合照耶 作为一个经常来日本的人 怎么可以没有跟富士山合照过 而且我好像看着 我好像有人说 好像最好 亲眼看到富士山就是 好运的意思 好运 应该吧 坐到公车 就想到 我公车有很多糗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像我以前 搭公车 我都会靠在窗户上睡觉 然后有时候 公车会有窟窿 然后大家就会看我 我也会觉得很丢脸 然后睡过暂时 不得了 是我人生的尝试 很长发生的事 我人生最夸张的意思是 我从家里出发 六点半 我搭公车 要去上学 我那时候是堵着新店高中 然后绿六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是搭绿六 绿六的公车地站是 美志成 另外一站的地站 是 中河那边 然后又从中河 搭到 搭到美志成 才醒来 中间经过我 学校我都没发现 然后我在美志成醒来 就是想说 哇完蛋的迟到了 所以我又再从美志成 就是搭去学校了 如果呢 我从美志成搭车 我又睡着了 一路 睡到中河地站 然后又 又再睡回面 所以我一醒来的时候 我又在美志成 然後後來 司機實在受不了了 就直接叫我坐在他後面的那個位置 司機就直接說 桌子好了 你等下睡著我叫你 我真的在外面很容易睡著 又很會睡 尤其是交通工具 真的很好睡耶 這一家都很不好睡 但現在這個 我就不太敢睡 因為畢竟車票也是不便宜 那是怎麼可能 等等到了在那裏 我現在已經搭上了 要去御殿長寶都會有的街坡車 這個街坡車是免費的 只要買公車的車票 坐到這裡再搭街坡車就可以了 其實蠻方便的 給我想到出外 我看到了富士山的山頂 我看到了 是你們看了一點點山頂 好像看不太到 好飯喔 然後常常看到整個富士山喔 我的願望都落空了 嗯 傷心 我現在到了 給你們看看 有多大 它就是 每走到一個轉角就會有一個這個看板 就會告訴你 哪一個品牌的店在哪裡 然後呢 它這裡有分成東西區 聽說這裡是 全東京吧 最大的Mulet 我要來 大開殺戒了 這是Kiehl's的面膜耶 是不是更便宜啊 好像有的比較便宜耶 哇 感覺好美喔 哇 感覺好美喔 哇 好多好多喔 剛剛店員跟我說 他們現在因為要改裝了 所以很多東西都打著 剛才給我看了一件外套 他說那個打了二五折 原本四十四萬 變成十一萬 我來看看 衣服 我覺得這T恤蠻好看 而且衣服全部都打五折以上 難怪我想說剛剛那個圍巾怎麼這麼便宜 原來是打了五折 我也太幸運了吧 這個最後我還是買了鞋片 現在的時間已經是 六點半了 已經幾乎過了一個像 我只逛了西區的二中之一 另外四分之三可以逛到 每次來Outlet 都逛不完 Outlet真的太大了 真的太好逛了 而且我來逛街 看到一些店員什麼的 他們都很驚訝我現在一個人來 然後 因為我很愛買男裝嘛 因為我現在身上這個也是男裝 我覺得很舒服 然後 店員還說 你是要幫男朋友買的嗎 沒有 我也是幫自己買的 我昨天剛接到通告 7月9號中午 不要去鹿羊羊殺 重點是 我7月9號早上才到台灣 怎麼辦 我覺得我會有點神志不清 然後一定會超水腫的 而且因為我來日本 我已經一兩個禮拜沒殺了 我會不會再一步 好恐怖 真的錯了 吃漢堡了 其實你們知道嗎 我吃Shake Shack 我覺得 跟一般漢堡沒有太大的區別 還是因為我不吃牛 所以我就覺得很好 好 我吃上去真的好醜 我的冰淇淋滴到腿上了 好醜 腿上 這女的還好嗎 吃了蠻腿巧克力 然後還沒發現 好恐怖 好恐怖 真的不行 好了 我要行動了 沒手了 我要過這個橋 才可以去到東邊的Outland 然後呢 現在下雨 還沒有散 我就拿那個店員 給我的那個防水的袋子 拿來擋個雨 我覺得日本人一定覺得我很奇怪 但是我真的沒有散 我真的不想要頭髮失掉 我不想洗頭 算了啦 反正這裡也沒人認識我 應該沒關係吧 這樣也是挺美的吧 附近平用 懂嗎